文明不如见面 纽约见面会所 与您相约见面 这个历史上还有个公案 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老子画胡经 有的人说那是 这个道士写出来的 是攻击佛教徒的 说你看你这个佛教的 佛经其实是说我们老子 从道教来的 那有的人说呢 是佛教徒当年在传教的时候 由于呢 你要知道一种新的文化 传到另外的一个土地上 是不太好生存的 所以呢就搭皇教 这个皇老的这个学说 然后呢 这个就说这个画胡经 是我们是一起的 然后呢好传道 这个呢在历史上啊 曾经演化出几次比较大的公案 第一次呢是隋文帝的时候 就专门找了一些这个道教徒 佛教徒都是当年这个隋朝最有名的 大和尚和大道士 在一起辩论 到底老子画胡经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那个是公案 一个是公案 一个是六 这是佛讲讲的三道 八十二部讲讲的它有一个六 道教也六 那时候呢就是 有意的 有意的事情 我就要多悬崖 多悬烂 没意的事情我就回避 所以说画圣 佛就是千百亿画圣 画什么圣都可以 他不是单单就是老子 画什么圣都可以 画 画皇帝 画皇后 画帝王家相 画 众帝的 做工的 他千百亿画圣 画圣就是变化的意思 反圣 反圣就是一层不然 报圣就是 虽然而起 那您这个从佛教的角度认为 这个老子画护经到底是 真实的是 有这么一个事情呢 还是说是道教图写的 还是说是佛教图写 他这个东西不存在谁写 他叫平六 平六就和一个故事的流传一样 他那不是佛教疆点里面的 也不是道教疆点里面的 而是故事传说里面的 可是我们可以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个到唐高中的时候 高中皇帝又开始召集 当朝的 当代的这个 大的这个沙门弟子 和道门的这个弟子 一起来辩论 到了武则天的时候 两次辩论 历史上最有名的意思是 这个元代 蒙哥函让忽必烈 组织人来辩论 当时据说全国有 这个上千人参与这次辩论 然后呢找出一些主讲 佛门的和这个道家的 由当朝的这个上书 两百人做裁判 最后那次是判道家输了 说你看你的史记里 记载老子西出 就西出不知所踪 就没了 那你就说已经到了什么 过了流沙西 就是新疆那个大漠以西 到了印度去 变成了释迦牟尼 这说法是不存在的 当时是判他输了 17个和尚和17个道士 互相发愿 说我要是辩论输了 道士就削法为僧 这个僧人呢就削法为道士 所以说 所以这个事是有点争议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佛法无边 道法自然 这个是用咱们常规的 不管是你道也好 佛也好 你是难以判断争以为的 他只是一个 一个伟人的 一个演变的发色发法 他瑕疵于这个老子 所以呢 就穿成为说是老子的画手过来的 所以佛教呢 他是以这种态度来讲 那么道教呢 他就是偏积于我们 我是正的 佛教也没有排除他 从里上面他没有讲通 道的里上面没有讲通 佛的里上面是愿意无碍的 我想之所以啊 这个从隋代开始 帝王就不断地组织这种辩论 原因呢是佛道之间 因为这事啊打得很厉害 有很多寺院呢 因此就被焚毁了 还互相有这个格斗的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呢 每一次啊 这个裁判结果都不是裁判完了就完了 比方说最后的这次裁判 全国有两百多家寺院 就归还给沙门 属于僧人的了 原来都是被道士占了 那认为呢是我们的 还有的时候呢是画胡经 就是能找到的就被焚毁了 所以据说后来在敦煌发现的那个画胡经啊 只有有一二四还有二十几部 就是中间很多就断了 因为已经都烧没了 历代的时候烧没了 可见这部经书 在历史上不仅是有争议 而且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战乱 所以呢历代很重视 所以我很想知道 就是从佛门角度来看 这种经书它到底是真实存在呢 还是说只是一种传说 有一部讲点 道教的讲点叫 道法集成 道法集成 它这部讲点上面呢 从原始天中开始 到道的征迅 它们那时候呢 它就以画符为主 画符为主 刚刚这个画符的这个书 我有这个经书 我有这个道法集成的经书 因为我喜欢道 我就把它收进了一趟 我都看过这个画符的这个教书 所以 画符的这种东西 是由道教的传承 他们来往下走的 就是画个符 但是呢 人家那时候的符 可不是现在那些 帕摩朵的画符的东西 跟那可不一样 它那是为的是 立国立明 就让救世的 那时候是那么搞的 它就是画符 来把人家变支了 画符 把这个家财平衡了 它那时候是搞的 它那是一个大法 就和咱们现在 佛教的咒一样 在经书上面 它有叫咒 也叫托罗尼 托罗尼翻译过来 就是咒语的意思 那么用咒语来 去抵断这个画符的这种概念 它就比那个 要搞什么也不乎了 你这还得画出来 我是念出来就可以 所以后人 也就是乌子的后人 执着于你我的后人 来把这个东西 一下子给封开了 本来不封 一下子封开了 这个字 在古时候 不管是杰公翁也好 杰公翁也好 传书也好 大转小转 鸟转 寿转 那些字 古时候它都是 都是咒语 写一个字 它就能管用 邪恶这个东西 都不敢动了 是有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究竟它的奥妙 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属于 圣仙才能了解 当不凡乎 你是不了解的 所以过去说 福西一画开天 它是一个 代表很大的概念 在里面 对 听您这么一讲 我稍微懂一点的 就是道教和佛教 有这么深的渊源 也有这么深的争议 引发历史上 这些帝王将相 这么重视 所以您前一段时间 来纽约传道弘法 中间就有 比方说 这个讲风水 包括策字 那后来我就想 因为以前 我了解到的 一些佛教 比方说 他说这个是 佛教徒 是释迦摩尼 禁止 叫什么 弟子们去占卜 但是也没有去杜绝 反正这个事 在佛教里面 也还是有很多的说法 包括有的说 它是不符合五戒律 有的说 它可能属于五邪命 不管怎么样吧 那您怎么看 算命和佛教之间的关系 这个 命自我力 算不算都可以 但是它这个是文化 尤其是挂的文化 挂的文化 那就是原先咱们的一个标词 一根标词 竖起来以后 扛弹一根杆 来看这个世间的标志 所以到什么时间 乔下挂一画 到什么时间 来画一画 这个标词 这儿是懂得土 本来是在土地上 它这个标词的 高度底 又端了一堆土 土上加土 就是贵 上面再踩一个杆子 那就是挂 所以挂 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 打挂 它就是要钱 率命 但是佛教人 它不是说打挂 能知道一样国 知道千世 未来世 那么这个要怎么讲呢 这个也是计算出来的 所以 你有那样的恶因 就会得到一个恶果 有善因就会有善缘 那么怎么算出来的 你不懂得一样国 你不懂得一样国 你不懂得一样学说 不懂得这个文化 你一样国怎么能懂 佛教给人家的一样国 一经 它一切都是在日约变换当中 有了日约 有了香肠 才有了二十四节气 有了二十四节气 才有了冲夏秋冬 四季风鸣 那么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 这些东西 你能说成是迷恬吗 这些东西你能说成是外道吗 有白天有晚上 有香香有月亮 天有阴阳日夜 地分四十八计 所以 咱就说 一个文化 保禄万象 佛不提倡 打挂顺命 就是让你修命 修行 改变你自己的错误和观念 你不要去买天打挂算命 你要该去修 不要去算 它是这么个概念 这个算命的这种东西 就是 家乎俗事 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文化遗产 让他们 学了以后 给四人 留口饭吃 我们出家 已经了生托死 跳出山间外 不在乎相中 你真正的能学了佛 那个打挂算命就 不冲在了 都空了 都空了 为什么说 什么叫张张学了佛呢 他 我们的空蒙 就是动入空蒙 什么叫空蒙 空蒙的概念 就是你一无所有 我能包容天象 有多大的天 我能包 多大的事 我能包 包回来以后 一化 没有了 所以这个 佛教不提他打挂算命了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而且为什么佛教 还要有一些高僧大的 就是 有一代宗师 偶遗大使 偶遗大使 他追蒙假意 用禅来把这个意 分析得非常特彻 所以 我们讲的是意 不是打挂算命 而是意经 意是万经之首 是大学文 大学文 所以它和打挂算命 不是一个层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风水 风水的是 南部佛教 五名学术里面 有个公小名 你盖法子呢 你抄向那个地方 怎么盖 盖上什么程度 基凶破夫 他要找这个法相 所以你要是不懂这个风水 这个法子盖不好 这个风水 就是指水火 井木 北为水 南为火 你就不管说是 你坐在南面 后背热 前胸凉 你坐在北面 后背它是剩 它就凉一点比较好 前胸呢 相当的 它就喜欢热一点 咱们晒太阳 还是晒前面 不在后面 对 所以等于是 日常生活的风水 包括咱们坐下也是 你坐的靠主了 不靠了 扶住了 不扶了 这个东西呢 都是在风水里 那你像这个 我们中国人的房子 讲就是 作为头来 这是一种传统习惯 你像美国人的房子呀 有很多时候 你真的是这个盖的 你那凑哪儿的都有 没文化 这种情况怎么 没文化 那怎么讲风水呢 他没文化 他不懂这个文化 他只懂生活 只懂生活 不懂文化 咱们中国的文化 文化生活 有十六个字来代替 那十六个字 文就是五颜六色 你不懂得这五颜六色 你只是认识字 那不行的 你只是会写一篇文章 也不行的 你只是会读书 只是会教课 在遍一桶上面 你遍一桶 你不叫有文的 文化是两个概念 没错 那么要是画了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随机来调整自己的位置 随机调整自己的口味 叫千变万化 这是文化的概念 五颜六色 你去挑吧 能把它挑的 就和画一场画一样 画得非常美 用各种颜色画得非常美 那这个文化就可以了 文化然后面刚才的默克 写字 写出一个字来带商用的 而且它极胸会不会在里面 能把那各项 能把那极胸会不会写出来 这个写字能就了不得 这里边呢 多在于变化 不管你写字也好 画画也好 你要是变化不好 那你就没有文化 但是从佛教徒的角度讲 这一切又可以完全 不用去理会它 因为尽由心生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心里都空了 那什么东西摆在什么地方 风水怎么样 大概对自己影响又不大了 是不是这样的 在佛教徒来讲 是这样的 在佛教徒来讲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佛教 还有一个 色发法界 你单单说 我们空了 什么也没有了 为什么 本世世家门一般讲 色发法界一些众生 阿 阿弥陀佛讲 色发法界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 风水 风水呢 也就是说给 两种人来讲 两种人来讲 一种是 无知的重上 要给它指名发下 无知的重上 要给它指名发下 你要给瓦刀 你要给瓦锡 为什么咱们还要 不清发南华世界 为什么都要去西法界的世界 这也是属于咱们的风水 因为西法界的世界是大雪 西法界的世界 它能用了 咱们三千大千世界的 一切众生 来我这儿 离活的了 它有没有说去 释迦佛就说 来北华世界 也能让离活的了 南华世界 也能离活的了 东华世界 也能想 沙华也想 夏华也想 为什么当然要取用于西法 这就是风水 但是没有叫风水 没有叫风水 这就是说 你底层次的人 也没有了解了这个 佛的含义 你就说 我们佛就没有叫风水 但是没有风水 怎么又来到东南西北中 审发法界呢 那你说在您看来 佛叫牙还是有风水的 有 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它就是风水里面的 大自然里面的东西 产物嘛 外边是个大宇宙 有宇宙 雨为空间 周为世界 有空间有世界 这个风水可能有 但是佛不去追 让你去研究浮雪的 让你去研究这个风水学的 让你去推广 宇宙空间的真理 有生命的东西 是生老病死 没生命的东西 是撑住坏空 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的产物 只要有自然的规律 就有风雨水的规律 只要有风雨水的规律 就有风水的学问 所以他就说 让你去懂真理 你不要去再了解 道理的 道理是给一部分人讲的 真理是普遍的 是永久的 不会毁灭的 而是永恒的 所以佛法的教会 他有两句话是怎么讲的 先与欲而为高应 后令众生如福治 我现在口渴 你是个大智者 就说师父 你打井去 打出井来 水就来了 这行不行 不行吧 我现在饿都不行 你念佛吧 念佛就不饿了 所以佛法 是先与欲而为高应 后令众生如福治 所以佛法和风水 没有风力 只是跟这些学问 可以对哪一层次的人讲 对初学问的 千万不能让他去 学这个风水学的 学了风水学 他把这个大乘反蒙 他就不去好好学了 万事万五的整地 他不去好好学了 他就去加了这个风水 相信了风水 那你就是迷 就是迷着 多一个角度 多一个选择 环球云视 去哪儿 你好 你哪儿 不会有任何认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